孩子滑下啊 台體大田徑廠前廣場 傳出小孩哭鬧 和家長激烈理論聲 我已經靠近去了 妳有事嗎 穿藍衣服的媽媽扶起女兒扣 同行的男子還衝著 對方小孩的面大喊 妳有事嗎 對方家長疑似歸手 頻頻道歉 我已經靠近了 有沒有再看 同行是 但說完抱歉也沒用 小女孩的媽媽 和同行男子繼續理論 聲音大道 路過學生都在側目 拍下影片的民眾PO出後 寫下3月19號 兩方家長帶小孩 去玩滑步車 疑似有一名弟弟 騎車干擾別人的小孩 導致女童摔倒大哭 媽媽護女心切 憤而大罵對方家長 台體大田徑廠前廣場 因為場地開闊 又剛好有遮蔽 不會太熱 假日有不少家長 會帶小朋友來這裡運動 只是小朋友間的碰撞 竟然演變成大人的戰爭 一定要在旁邊看 妳如果沒有去看著她 到時候她跟 其他小朋友有一些衝突爭執的話 妳可能沒有辦法當下去了解狀況 家長會第一時間 會覺得自己的小孩受傷 緊張起來看就沒有 比較用一個和緩的那個態度 如果像這種開放式的話 就是運動類的可能要挑選一下 她周遭如果有比她小的小朋友 我會請她幫忙她的速度 如果說有比她大的 我會叫她盡量避開危險 不過直接在小孩面前大吵 甚至影片中的家長 還對著別人的小孩大吼 實在也不妥當 畢竟爸爸媽媽的行為 小朋友都看在眼裡 我走開了 有沒有在看著 TVH專家劇的裸心 台中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們請再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